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一宗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上個星期參議院表決了針對特朗普總統的彈劾案 最後比數是57票贊成 43票反對就否決了 當然57票之中有50票就是民主黨人 有7票就是共和黨的叛徒 這七件彈傘現在馬上遭到惡魂了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這七個人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他們各自都受到了來自地區黨部的強烈譴責 很多基層的黨員都唾棄這七個人 認為他們根本上沒有資格繼續做代議事 因為他們沒有在議會中把真實的民意反映出來 於是現在這七個人當中 大部分都已經宣佈了 不會在下一次的選舉當中尋求連任 換言之這七個人的政治生涯 可以說是提早結束 也印證了我們的理論 這班叛徒到最後就是賠了夫人又接兵 因為兩頭不到岸 民主黨人又不會重金禮聘他們過檔 因為你都擺明是硬仔 擺明對於黨的忠誠度是極低 他招攬這些人回去把屁嗎 至於共和黨人又不當你是自己人 他怎麼當你是自己人 在關鍵的時候竟然會倒轉槍頭 對自己人 是會拆回自己的黨 拆回靈魂人物 如果他繼續當你是自己人 這個黨也應該拆了他 所謂用人物疑 疑人物用 所以這七個疑人 全部都可以提早收皮 可以說是可喜可賀 當然有部分人 正如我們所說 就是在盤算過他們的政治利益之後 發現到就算他們去這個彈劾案當中贊成 都是改變不了那個議案結果的 他就是按下不表 走回去投反對的 在那43件當中肯定還有些內奸有些鬼在裡面 但這個就要考驗一下 共和黨他們的智慧能不能夠抽這些人出來 其中一個肯定就是麥康內爾 因為他有份投反對票 這個人我們稍後會提到他 在這七個提早收皮的參議員當中 其中一件就是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Richard Burr 叫做白爾 他就說 還是不做了 宣布退休了 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 不去尋求連任 結果由哪一個將會是頂上呢 大熱的人選 就是特朗普總統的媳婦 這個媳婦就是 異兒子Erik Trump的老婆 叫做Laura 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 格萊厄姆 就向霍士新聞說到 說在整場彈劾案當中 最大的贏家就是Laura 因為跟她相知相交 很多年那位的Richard Burr 就因為看不開 走了去賭歌 死了快點去 那就使到 Laura幾乎肯定 可以取得北卡參議員的出線資格 就可以代表共和黨來參選 為什麼呢 因為地區黨部很多基層黨員 都是支持特朗普總統的 難得她的媳婦 是有這個心意 走去為美國人民作出貢獻的 那肯定就會支持她 而且這個就是一定可信的人 自己的媳婦都信不過嗎 我就不是說雙重標準 那些左膠不用在那裏折我 有些說 你不是批評拜登用人為親嗎 這些不是叫做用人為親 因為 Laura現在她代表北卡州去參選的時候 她是要經過民主選舉的程序 要經過選民用選票來去認證 這個是民主選舉產生的一個議席來的 所以不存在什麼用人為親 這個是反映到真實的民意 反而來到說你拜登做總統上任以來 走去大搞政治分封 政治酬庸 哪一個支持過你的 哪一個幫過你的 在背後發工的 就可以批評人進去內閣 或者批評人進去白宮做顧問 這些是為之用人為親 因為你不是按照那個人的才能 來分派職位 反而來到說一場民主選舉 只要選民是認同她的話 那她就能夠當選 而且我相信 Laura她一定會經過 黨裏面的正規程序走一次 她才會拿出線資格 不是特朗普總統在背後大筆一揮 所以就變成由她來代表出選 是沒有這回事的 所以這不是用人為親 反而來說 有一些可信的人 代表著自己的州去參選 就會令自己的州更加團結 令黨更加鞏固 這是事實 所以不存在觀念上的衝突 一方面罵拜登用人為親 另一方面又支持Laura參選 因為那不是用人為親 就是拜登也可以叫你的兒子 亨特去參選 看看有沒有人投你 是不是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看 麥康奈爾在上個星期 故意出言攻擊特朗普總統 他壞就壞了 就是 拜登竟然會引用麥康奈爾 攻擊特朗普總統的說話 然後拿來大做文章 就說 喂 你共和黨裏面最資深的參議員 都是這樣秉你 那你一定是有問題 拜登就施展語言藝術 跌落地拿回扎沙 我們前幾天有提過的 因為在彈劾案當中 就不夠贊成票 已經激到那隻佩洛西 就生蝦地跳 又頂提頂爪 總之就很失疑 拜登也說了很多說話 就是引述麥康奈爾所說的事情 現在麥康奈爾又出來扮大哥 又說要主力推動共和黨在2022年翻盤 所以很明顯 麥康奈爾已經是代表著共和黨裏面 反特朗普陣營的共主 他已經是做了這個角色 因為他有聚老資格 現在就走出來爭那支大旗了 事實上特朗普總統一早就已經說過 他是會幫共和黨在2022年翻盤 什麼時候輪得到麥康奈爾才行 所以他現在無非就是走出來爭權 搞黨內鬥爭 很明顯的了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會成為反特朗普聯盟的共主呢 看看我有沒有看錯 好了 然後我們又再看看現在共和黨 基本上就是施展一個大反擊 可以說是有三大攻勢的 第一 在加州方面 州長紐心就罷免在望 現在那個聯署的人數已經是超過150萬 去到三月的時候有望就升到180萬 就算你剔除了一些廢的簽名 怎麼樣 重複那些 肯定都夠票 可以啟動得到這個罷免程序 只不過是爭在 到底是哪一個補償 到底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呢 以柳森這個人 那個民望這麼低 這麼討厭 事實上是有機會由共和黨人頂替都不出奇的 但是我又不能說很大機會變天 否則就是騙大家 不過 起碼抓到這個州長下台的時候 就可以震奮得到整個士氣 至於第二件事就是 紐約州長科莫 因為他隱瞞疫情 硬來壓縮死亡數字 現在有些州議員 已經開始動議說要彈劾他 如果他又彈彈一下 即是閉嘴的時候 兩大南州的首領 都可以說是下了鑊 至於第三大攻勢是什麼呢 正正就是2022年的中期選舉 不要看得好像很遠 明年就是了 到底中期選舉是選什麼呢 眾議院就是全數改選 因為眾議員的任期就是每兩年一屆 所以全部都是會改選的 以現在這個形勢 共和黨絕對是有機會可以翻盤 是可以過半數 這個真是機會是大的 因為現在他欠10席 民主黨就是拿221席 共和黨就是210席 有4席是空缺的 整個眾議院就是435的 其實217.5就是218席 為之是過半數的了 現在共和黨210 即是說他要多贏8席 就已經過半數了 所以這個機會是大的 我也是有說一句 好了 至於參議院方面是怎樣 參議院其實就是每兩年都會改選一次 不過參議院的任期就是六年的 於是其實就是每次改選其中的三分之一 參議院其實就分了有三個黨次 或者叫做三個組別 一二三組別 分別有33、33和34席 加上其實就是100席 那下次的選舉就是會改選其中的34席 那麼在這34人裡面 有14個是民主黨 有20個是共和黨 那麼現在呢 其實那個參議院就咬得很緊的 50、50的嘛 其實只要再贏多一席 就已經過了半數了 所以你說 在下一次的中期選舉當中 有沒有機會說參眾兩院都能夠 是拿回過半數呢 我認為那機會是大的 尤其是現在你拜登執政的時候 搞到民不聊生 又搞那麼多倒行逆施的政策出來 你上任第一天就令到幾萬工人失業了 那些人怎麼會放過你才行呢 所以在中期選舉肯定會出現一個鐘擺效應 只是看看效應有多大 所以共和黨現在有三大攻勢 尤其是在部署2022 大家看到他們已經開始鋪天蓋地地說 這個是很罕見的 剛剛才選完總統的大選 就已經說2022 他們是很有決心在這一次選舉當中 贏了參眾兩院回來 而我相信這個機會是大的 因為有特朗普總統做後盾 支援了整個大局的時候 那些基層黨員一定會很踴躍地站出來支持 站出來投票 所以未來兩年共和黨的形勢 我認為就是樂觀的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